天玺读作正原成 龙德只为来湘亭 太阴岁和西守治 何优似丹利博士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观音事件岁月如梭 时就来到了公元2025岁次已是的小龙蛇年 而蜀龙的朋友在这个时候 也卸下了执年太岁的重任 而在岁次已是年 蜀龙朋友的本命宫 会迎来什么样的星宿呢 我们将迎来了天玺星 来读作我们的本命宫 而复星有并浮星 墨月星 穗沙星 寡树星 杨刃星 这五颗令人有点担忧的星宿 来与我们蜀龙的朋友做相伴 那么我们本命宫 只有一颗天玺星 会不会有点形单影子 无力镇压这五大复星呢 就理论上来说 多少还是有点吃力的 毕竟以一抵五 说不吃力 那就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我们开头的时候也有说到 今年外部也有指挥星 龙德星等吉星来照耀 那么应该还是可以抵挡得住吧 但这就像家庭或是团体 外部的人即使多有力 但是也没办法次次都能够 及时的帮助到内部 就像老妈打起来逆子 那么住在隔壁村的爷爷 即使你想出手拯救你的大孙子 那也是打完之后 一把猎一把鼻涕人 然后再去救他 也没办法立刻的赶到 所以这些外部极星的力量 虽然非常的强大 但前提是鼠龙的朋友 你必须要先积极自强 然后这些极星才能够内外呼应 为我们打开好的局面 不然如果天天抱怨 老天不公 老婆有外公 那么即使人家愿意想要帮助你 但是看到你这样子的自怨自哀 他也觉得真算吧 就放弃了 所以今年对鼠龙的朋友来说 大原则就是能够激励自己 只要能够做好这一点 那么这个2025年 就是妥妥的一个吉利好年了 在事业上 鼠龙的朋友 受到远方的紫威星与龙德星的 激发天喜星的力量 在事业上的发展 可以说是相对于去年2024来说 是更好一些的 而对于一般的商班族 或是公职人员来说 今年受到了龙德星与紫威星的扶持 如果你有打算晋升的 可以提早在2024农年的时候 先确定自己符不符合晋升的资格 然后提早做准备 无论是绩效或是人际关系 甚至是晋升考试 都应该在2024年农年的时候 都预先做好准备 这样在2025流年时运一到的时候 就能够临门一脚 打蛇上棍 才不会错失良机 而对于做生意或是业务的 一些经营类的朋友来说 在这个岁次已逝的蛇年 要做的就是布局 所谓的布局 意思就是不要你走一步 看一步 你必须找两步 以及跨一步 这找两步的意思 就是营销企划必须提早两个季度 来做安排跟处理 以及对于项目专案的完成 必须要尽快的早于deadline 就是交付时间前 把它就把它交出去了 让客户体验到跟我们做生意 就是一个稳当 做得快又做得好 有时候我们不是可以因此赚到更多的利润 但是我们可以替客户争取到了时间 举个例子来说 像过去我们双11的时候 就买东西你等物流等很久 现在很快了 然后大概5天或甚至一个礼拜内 大概都概率可以收到 但是如果厂商卖一样的东西 却跟你保证说 我三天最快两天就可以送打 那么即便他可能稍微贵一点 或是他的购物或是免疫门槛比较高一点 那顾客可能都因此买单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让客户提早收到 他就觉得他赚到了 要达成这个方案 那就是必须要提早我们先规划我们的目标 那么才能够把所有的流程以及人员以及原物料都尽可能准备好 正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以及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万事都必须准备好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2025岁次已四年 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而其他对于私自备等一些专业人士来说 一样你必须要做好准备的 无论是工程类的原物料或是软体 都必须提前的评估采购 避免价格的波动 造成了我们成本的增加 以及我们采购的不容易 而且今年是指挥星与隆德星扶持造之年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品质能够顾得好 做得好 那么无论你是在白宫百业 你只要把自己的口碑做出来 那么这一份强大的吉利的力量 就可以有很好的递业效果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我们的这一年 让我们可以长时间来收益 但说到这里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点 如果我们走一天算一天 你没有做好准备 那么本命宫里面的墨月星 以及远方的天官服 还有报拜星 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 它会让我们充分的体验到 什么叫做 阴沟里会翻船的难得体验 整体而言 属龙的朋友在说一次以四年 事业运属终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财运部分 在财运上 今年收到了天洗星 以及外部的睡核星 以及玉柜星的力量扶持 整体的财气 的确是比较饱满的 而今年的财气 是属于正偏财都有的财气 不过按比例看 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正财比较偏向65% 偏财就是30% 另外有5% 是个人的运气比较好的朋友 会有一些横财 所谓的正财 当然就是我们的劳务所得 我们努力从事我们正职工作的收入 无论是薪资收入 绩效奖金或是营业所得 而偏财就是我们的副业兼职收入 投资理财收入等等相关的财气 而横财就是我们没有付出 就可以收获了 比如说彩票中奖 或是抽奖活动 等些中奖的机会 但是没有横财的朋友 你也不要去陷入别人有横财的 因为越大的横财 通常带来就是越大的横货 不过这也是按照比例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身家可能数亿的 几个亿的 买彩票中了100万1000万 那么这份横财 不会给他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他本身的财库 远远大过于这笔奖金 所以对他来说 只是锦上添花多个零用钱 但是如果一个像老师这样 没房没车没存款的 突然中了大乐透 可能5000万上亿的 对老师来说 那就是远远超出我自己能够承担的横财 如果老师硬要去追求这巨大的横财 那么这笔横财就会横财入罩 把老师的财库都给他撞破摧毁掉 所以财富这个东西 还是要靠自己的建立 无论你是用劳力 无论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技术 用你的经验 把自己的财库盖起来 自然而然你可以拥有的更多 而在投资方面 今年属龙的朋友财运不错 但是每一次的投资 切记你要衡量自己风险承受的范围之外 也要完全的避免去以小博大 所谓的以小博大 就是做一些当冲或是高杠杆的方式进行操作 因为今年本命宫里面有了墨月星 碎杀星 结合了远方的爆败星 虽然这些星秀 头上都被各路级星所压制 但是也不是无时无刻的 当你越想要去搏概率 那爆败星以及碎杀星的力量就越强 再碰上个好巧不巧的 可能就因此而反转 然后让你穿仓 所以最好第一就是不要以小博大 第二个就是你每笔进场 都要预先设好停损跟停益的点位 这个点位你要设定的合理 你不要设定一个根本碰不到的点位 那跟没事不是一样 没意义的 所以你只要保持这个良好的投资纪律 2025岁次以四年 你的投资获利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而在一般的财务方面 今年手中自己的保险 你是不是有买好买慢 因为今年你的本命宫里面 就有了杨润星以及病伏星 以及碎杀星 这些星秀一听就知道 要么你没事 要么你就可能是大事 所以保险是有备无患的准备 这世界上你可能会有因为爱情 爱的死去活来奉献一切的 但是只有保险公司不跟你谈感情 在你需要的时候 可以真正的拿出现金来帮助你安家治病 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要买保险 保险都是骗人的 拿来买车买房不是更好吗 这种人你要绝交 因为你出事 他不会给你钱去安家治病 这你不用跟老师争辩 老师经历过的生离死别 远远超出你能够理解的范围 除此之外 一般的财务均能够稳定 整体而言 连财运也是属于终极 接下来我们看到感情方面了 在感情上 我们必须要注意 今天我们的本命中 有一颗寡树星在闪耀 虽然各路集星都来帮忙 但是这些集星 他们不负责感情这块业务 所以这颗寡树星的力量 是比较完整发挥之外 他还有远方有他的好朋友 叫做孤城星 孤城寡树凑成队 一起来协助 所以在2025岁次已四年 鼠龙朋友里的姻缘路 是比较难有一些变化的一年 单身的朋友 虽然还是可以通过远方的红栏星 让自己的感情路线 还是有点起色跟温度 但是因为红栏星 距离我们的距离太遥远 力量比较弱一点之外 孤城星与寡树星 他的力量真的是不容小觑 他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所以即使开始有点暧昧 但也不容易进展的太快速 所以一切慢慢来我们不着急 而对已婚或是有伴侣的朋友来说 就容易会有一些寂寞的感觉 但其实你身边的伴侣 是没有什么变化 一样吃吃喝喝过日子 但是自己就容易忽然感到一阵寂寞的感觉 这个老师只能说 如果你的伴侣是属龙的 无论男女晚上多跟他聊聊天 尽量的不要让他感到饥饿 这是避免我们属龙的朋友 一某最好的办法 而在其他的层面上 今年收到远方的天影贵人心 以及穗核心的照耀 人际关系 那真的是比较好的 这个世界 任何人都需要好的人际关系 因为人脉就是钱脉 能够与人为善 口出善言 舍小利 而顾大局 那么这个2025年的努力 可以让你成为之后的岁月 种下了非常良善的贵人种子 贵人他不一定是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利益 他只要能够临门一脚 或是雪中送炭 或是灵光一闪 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帮助 所以在2025岁次以四年 属龙的朋友感觉一属中平 人际上面属于小吉 最后我们来看到健康部分 健康部分 今年真的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因为病福星就直接驻扎在我们的本命宫 远方还有小号星 以及死福星在旁边虎视眈眈之外 本命宫的阳韧星也与远方的非韧星产生了共鸣 所以对于健康来说 真的是马活不得的 遇到这种情况 当然各位一定知道 老师又要请大家去买保险了 没有错 保险要么一辈子用不到 用到可能他就救你了一辈子 因为我们说时代的 多少人可以在中老年的时候 完完全全的 你都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疾病 连老花都没有 有没有这种人 真有 老师也认识到 但是正是凤毛麟角的 但今年内外焦距的健康风险 病福星却不一定会在今年发病 而是在今年他可能先种下了病根 然后过几年才开始发病 所以除了买保险外 绝对要注意自己的作息 以及饮食的健康 如果能的话 最好晚上八点以后 到隔天早餐之前 中间除了喝白开水 或是你医疗需求 必须要吃点药之外 就不要吃任何的食物以及饮料 并且争取每天晚上十一点前 上床闭眼睛睡觉 不是上床滑手机 熬夜是千万不要熬的 哪怕你隔天熬了一夜 还是可以准时起床 但是精神如果一不小心恍惚了 但我不要说你骑车开车 可能造成重大意外事故之外 有些师傅你操作的机械的器具 可能因此会引发了重大的公患意外 那就不是喊是好痛 就可以简单待过的事情了 而这个病服性 到底对哪一方面的健康 要比较大的影响呢 首先就是针对素疾的部分 也就是过去你得过 但是后来康复了疾病 例如是说 比如说大卤癌症 然后小卤失诊 肾脏或是泌尿系统疾病 或是妇科疾病 都有可能会复发 但又碰到比较不好的流月 那程度也有可能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日常的养生 就必须做得更加的完善一点 而在其他层面 五脏六伏的能量会比较偏弱 所以尽可能的减少我们饮酒跟抽烟 甚至也要减少我们吃高糖 高盐高油的食品 都容易累积的伤害 到之后是一次爆发 这个真的是不可不慎的 所以饮食的规律 你不要太过重口味 以及做起你严谨的规律自己 这对属龙的朋友来说 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在2025年岁次以色列 属龙的朋友 你的健康欲言属于忠凶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属龙的朋友 在2025岁次以色列的流年总论解析 从我们整体来看 属龙的朋友自身虽然比较弱一点 但是好在外部的疾心 都非常的给力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都能够趋吉辟凶 逢凶化吉 但关键是 你自己有没有痴癌跟自律呢 能痴癌者 天方而爱之 你说是吗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记得点赞订阅 以及加上收藏 我们每个月 还有流月总论解析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